又在角栓 沒有錯,這是北包戰爭 盾牌 其實這個現在變得 有點好 蠻詭異的 可以擺好一點嗎?可以 前面幾輪其實擺位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你的效率影響比較大 因為東西很少 沙子 尷尬 炸裂 麻 沒有 所以現在掃把 原先就會用藍了 所以其實應該還蠻好的 就是這個藍莓 哇 我們可以合魔杖了 可以我想一下 藏貓也不錯 這應該是非常稀有的 魔杖騎手 非常非常少見 整個牌已經有藍莓了 我會覺得這樣應該是往不欲魔杖衝刺的啦 這個每兩秒觸發一次 然後消耗三點藍 所以我們藍需要 我們需要更多藍 所以把它放在中間 玩個牌好了 OMG 這多少 8到10 總是需要更多慘藍的東西啦 如果可以畫 我可以畫 OK 咳咳咳 OK 再升更多藍 好 其實這不應該長這樣 對 就這兩個可以碰在一起 怎麼都是黑桃A 我們想用飢餓之劍嗎 我們想要飢餓之劍嗎 可以考慮 我還蠻想要這個的 更多藍 嗯 這應該放成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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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還是8到10喔 OK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玩 嗯 幽靈匕首或是吸魔劍 吸魔劍 吸魔劍其實會幫我們 燦藍喔 我玩看吸魔劍好了 搞不好還不錯 龍靈靴 打折龍靈靴一定可以買 七次減易 我們這邊應該也是玩吸血魔劍 我們這邊應該也是玩吸血魔杖 我們這邊應該也是玩吸血魔杖 至少是朝吸血魔杖方向走去 所以這個大家還是不用買 嗯 金吉憨兒 嘖 差一點 吸血鬼 龍蛋 OK OK 已經合掉了 不好意思 其實我不想要賣這些東西 因為 我不想要賣這個 因為 我們龍夫出來還想合大龍 所以這個魔杖應該成長很快 對 現在是17 19 OK 嗯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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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這樣 有點想把手套放進來 可是這樣子魔杖會吃不到 应该有一个更好的配置 说实在 因为这边这个配置其实 非常的尴尬 不是一般的尴尬 OK 再用这边多一个 先这样 这样也是不能上这个 这个其实可以跟他合起来 这样我应该会想要这个手套纸到一个蓝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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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拿这个 有點浪费钱的感觉 我可以把这个放进背包里 会再好一点点 GG 应该不用更多蓝莓吧 不是很确定 这套A 这套A OK 呵呵呵 这边其实有一些问题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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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My God 問題超大 哈哈哈哈 問題不小 格子還是不夠喔 Are you joking me? 這可以移下來啦 好像有影響 OK 搞不好應該鎖那個耐力帶 哇 輸了 剪白龍 等一下怎麼變這個了 哈哈哈哈 變吸血手套了 欸 等一下有這個 這感覺該賣了 OK 好 我們可以再買這個齁 我們還需要更多魔力嗎 其實有可能需要 因為 合出來這個其實超好魔力 Oh no 這什麼鬼 秒殺 光劍秒殺 是嗎 噢 大火龍 格子 OK OK 它還是在裡面喔 寶石盒 寶石盒 utilizar 是嗎 也可以 是嗎 是嗎 寶石盒 絲 不是嗎 董哥 是嗎 WOW 剛好有十塊 呵呵呵呵 嗯... 其實另一邊好像應該是這個不育魔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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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還有格子 GOGO 行 這個已經不是武器了 雖然他說他是 可是這個吸血鬼 並不會吃他 我不知道確定為什麼 有可能是BUG 咳咳咳 咳咳 嗯...格子先不鎖吧 接下來還有可能遇到打折的嗎 贏了贏了贏了 OK GOGO 遇到龍是絕對可以玩的 可以繼續打 嗯... 六塊錢的書 這匕首可以...可以滾喔 匕首可以走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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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超級快速龍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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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匕首應該不用了 這匕首應該不用了 惡魔燒屏 不用吧... 不用吧...惡魔燒屏... 喔...除非我要合黑暗劍 或是第二個不遇魔杖 實在我看起來超強 呵呵呵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上鋸齒劍來移除 剪刺跟回血 所以... 他其實會非常克那種 用血跡的憨額 嗯... 因為用血跡的話你的回血 你的... 回復被移除 跟...堅持被移除 你幾乎就掛了 嗯... 可是這完全是針對 那個... 用血跡的人 所以我們才變成一定要玩這個東西 可是我說實在 我不知道... 呵呵... 我不知道如果... 就沒有那個的話 我要怎麼辦 嗯... 等一下... 這跟龍也會搭啦 我覺得是該買 鳳梨... 買腰包吧 沒有格子... 沒有好格子 喔... 這還有食物combo 都快忘光了 呵呵... 我都快忘記他是食物啦 我應該把食物移...移到下面來 OK 看起來還行 嗯... 超快 幾秒啊 8秒 OK 呵呵 更多龍蛋 生存兩回合 喔...他孵不出來 呵呵呵... 他完全孵不出來 OK 更多青眼白龍 嗯... 呃... 再好東西可以合嗎 沒有 格子 喔...應該是放這個的 呃...有點需要格子喔 可惜 可惜... 藍莓 OK 合不出第二條巨龍 呵呵... 呵呵... 呵... 呵... 呵呵...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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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巨龍可以無限成長也是非常強 最後一輪了 等下放前面了 就拿這個格子吧 五塊龍蛋你在說笑嗎 呵呵 這大概賣了 光劍流 Oh no No 光劍 No 喔 我們回起來 回起來回起來了 喔 贏了 哇賽 你看 Oh my god 他這個流派其實前面幾輪如果沒有 前面幾輪如果沒有贏的話他就應該會輸 因為他這次他這個智盲只持續五秒而已 所以他雖然有超級多回復 可是他光劍給智盲只持續五秒 所以你活過前面五秒就幾乎會活下來 所以打這種流派其實買那個頭盔就還不錯 因為那個頭盔其實可以放就是會減前面三秒25%的傷害吧 然後還有10%機率可以抵抗暴擊 所以你可以抵抗一下這個景圈給的暴擊機率 他竟然偷渡了一個巨刃進來 不過他這個沒有到特別糊啦 因為他這麼多把劍他的耐力絕對不夠用 他耐力消耗太高了 所以他應該要帶藥水或什麼的不是香蕉 不過他可能沒有遇到香蕉 他可能沒有 喔 他只有一個英勇魔藥 那如果更多英勇魔藥的話 我們大概前面就可能會被打爛 就要靠這個東西有50%機率暈眩對手 可是命中率其實超低啊 所以也不是很理想 OK GG 總算又玩出一些新的東西 不過看起來 我是覺得細血鬼數值前面的回穩能力比較強嘛 雖然這次這一局也是有三個龍 不過就有別的長相 而且吸魔劍其實好像也不錯 因為血跡你可以看到到後期 我們這個耐力 這狂熱太高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啦 因為就我們速度太快 然後耐力消耗會太高 給大家看一下 就我們最後的時候 其實他的 欸? 等一下 這應該會寫吧 蛤? 還是0.6喔 蛤? 是這樣嗎? 真假? 欸會有 他是沒有算啊 哈哈 好像沒有算 好啦隨便 反正就是 震耐力消耗應該會太高啦 尤其是如果到30層狂熱就會差很多啦 嗯 像是我們上一局就要到30層狂熱 所以 吸魔劍基本上要很久才能 才能攻擊一次 所以這種不消 消耗 零爛力消耗的東西就會比較好一點 嗯 因為它其實 因為這個其實也要消耗耐力 其實還是挺瞎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對這也要消耗耐力 所以其實這把手套可能 兩邊都一條大龍會比較好啦 不過這樣其實 有一條龍就會吃不到吸血鬼樹自己 就也不大好 呵呵呵呵 呵呵呵 OK啦 GG